那場戲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那隻杯是打到周生的頭 不過之後有工作人員跟我說 這個位置很多人都想做 試試?我叫你試試 我剛好籌備這套《食神》那套戲 可能他覺得我是幫到他手的人 但實質做些什麼當時都沒有很清楚 其實這個性格不是他發掘的 是他給予我的 他覺得我這個外形、身材 如果配合這個性格 就是一個很突出的角色 變成人員會眼前一亮 覺得挺有趣的 拿去拿去吧,笨 來 差什麼? 混合一起做 閉嘴 通常我們去到第一件事就是換衣服 多了一個人 那服飾都完全沒有準備 不知道穿什麼衣服 周生想了很久之後 看完一輪之後 第一天是有件背心 後來看看穿完 試完出來之後 她說不用了 背心都脫上去吧 第一天開工開始 香港還是夏天的時候 直至到去到結尾的一場戲 那天突然轉凍 我又想到這麼凍 那天沒有衣服 不是很大件事嗎? 接著去到現場拍 原來那天那場戲 有些聖誕氣氛 那些人亦都是穿長袖衫 各樣東西 那我的心就定一定了 那服飾都要問周生 那今晚應該給他穿哪件衣服呢? 周生想了一輪之後 就說 加多一條頸巾 都是裏面沒有穿衣服 如果出來是一個冬天 但我們是裏面沒有穿衣服 好像也有一件腦袋和頸巾 但是都是冷的 不好意思大哥 你玩東西我跟他玩 不不不不 大家好兄弟好嗎? 好兄弟我食神了 底下臉大家 對不起對不起 不好意思 真的真的 那場戲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那隻杯是打到周生的頭上 是真的打下去 打到它要爆開 那會不會受傷呢? 或者其他東西呢? 埋位或有頂爛相 好像一次 還是兩次 最多兩次而已 就完結了 那個拍子 好像他也有一點紅 還是什麼的 當然這樣不會罵我 因為最重要是拍出來拍出來的 是OK的 不過之後有一個工作人員 跟我說 其實這個位置 很多人都想做 那我聽到就算了 因為這張海報 他叫做美食給同志 撿出來 他說 咦?這個? 沒有人認識的 周生跟他說 你撿走我 也不要撿走它 一定要放下去